今天是星期二 梁振英宣布棄選之後 第一次開行政會議 曾俊華已經宣布辭職即時休假 被選 等待中央同意 免了他職 然後宣布參選特首 這次行政會議很明顯 曾俊華沒有出席 梁振英在行政會議之前 例牌會見記者 記者當然會問 曾師長辭職了 怎樣看 他很主動地說了以下的說話 現在政府政席非常忙的時間 接下來很快就有施政報告 接下來又有財政預算案 施政報告已經做到差不多了 差不多完成了 財政預算案根據施政報告 施政的綱領是否做這個預算案 暫時還未完成 所以財政司司長的辭職 對政府的工作影響相當大 這樣說 他講這番說話的時候 一念嚴肅 似乎不是很不滿意 也沒有祝福才爺前前感受之類的事 反映了什麼問題呢 反映了就是 梁振英仍然是深深不分 他對於自己沒有得選 然後曾才爺馬上宣武辭職 然後參選就覺得心中滿不是未宜 但是他講了這番說話 其實呢 他講完之後都應該後悔的 除非他的接班人 林鄭是沒有得選的 如果林鄭都選 那他都要辭職的 按照香港的法例 除了特首之外 其他的局長 司長 要選特首一定是要辭職的 不能帶職參選的 如果林鄭辭職 他又會怎樣說呢 難道林鄭沒有做這個財政預算案 所以他很空閒 所以什麼事都沒有了 他走了 拜拜 多利一個不多 他不能夠說這番說話 同樣地他用同一個標準 林鄭辭職都會影響政府的工作 而且辭職的時間 都跟曾俊華辭職的時間是很相近的 難道林鄭就沒有什麼作用 而曾俊華就舉足輕重 他講完這句話 同樣會應用在林鄭的身上 他會怎樣說呢 我就覺得會令林鄭很尷尬 除非梁振英完全對這件事會隻字不提 他反映到什麼呢 反映到其實梁振英集團 即是梁振英 張曉明 和香港的其他的左派 很不滿意曾俊華 亦都對梁振英是深深不分 那他沒有辦法了 中央政府的物事的代表 就跟他講一個不得意義 他只能夠答應 就說因為家庭的理由要拜拜 這樣 他其實現在下來的就是要保住他自己 所謂保住他自己 就是說他落任之後 不會對他有一個進一步的行動 即是梁振英路線 六八九路線 張曉明路線 希望在下界政府可以延續 你看到這個團火那種富如頑抗其實是很厲害的 你看到今天左報 文匯大公對於曾俊華的辭職被選 那個蝙蝠小到幾乎揭三次 報紙都看不到 大公報稍微大一點 稍微大一點 你看到其他報紙 包括建制的報紙 都用頭版頭條去宣告曾俊華的 辭職 會被選 雖然現在未正式說宣佈參選 要等中央的同意免舉職 但這個都是一個 香港的相當重要的政治新聞 你看到文匯大公是當他無道 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條線很清楚 文匯大公是張曉明控制的 張曉明很明顯想抵制曾俊華 接下來可能會有進一步的抹黑 暢淡等等這些行動都不明白 所以看得到香港這條線這個勢力對曾俊華是非常之不友善的 在這個情況下 曾俊華千萬不能調以輕心 不過老實實 選擇手是1200億的小圈子 現在泛民拿到320多 將近333張票 對曾俊華來說 如果他們集體地去支持的話 是大大有利的 文匯大公的影響力有多少呢 當梁振英要棄選張曉明可能會周身矮的時候 文匯大公都可能會被迫轉態都不頂的 好戲還是後頭的 名牌 和角厚